Apple不久之前推出了新的iPad Air第五代 這部機最大的賣點當然就是換了M1核心 不過好機都要有好的配件配合才可以發揮到最大的功效 而Apple原裝的配件當然是好用 但其實一些價錢相對便宜的第三方出品其實都很好用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的就是Logitech推出的鍵盤和手寫筆 雖然它們是第三方出品 不過多年來都為Apple推出了不少配件 就連Apple官網都有賣它們的產品 絕對是一個信心保證 首先講一下它們的Combo Touch鍵盤 其實我之前一直都是用Apple的Magic Keyboard 貪去有型的懸浮設計之外 打字手感亦都相當好 更加有觸控板 不過今次試過Combo Touch之後 都發現它有不少的優點 有些位甚至更好過Magic Keyboard Magic Keyboard 用的是一體式設計 好處之前都講過 但壞處就是太重了 有成差不多600g那麼重 相比起來Combo Touch 輕了30g 更加重要的就是它用了分體式的設計 可以隨時將鍵盤分拆 只是保留機套這樣用 用法上就會比較靈活 重量亦都可以按使用的需要 隨時變輕 而Magic Keyboard一脫下 所以iPad Air就是裸跑了 有用過Magic Keyboard 應該都會很喜歡 去這個懸浮式的角度調教 來到Combo Touch 當然它做不到 不過它後面的支架 其實都做到很多不同角度的調教 去方便你不同的使用習慣 可以看到Combo Touch 機套上有跟Magic Keyboard 相同的三點接觸點 所以跟Magic Keyboard一樣 基本上一裝就可以使用 就不會像其他第三方的鍵盤一樣 要用藍牙去連接 Combo Touch 其實也不需要進行額外的設定 雖然它有一個專用App 但其實都是用於更新軟件 而不是需要進行額外的設定 基本上就是一插即用 就跟原裝配件一樣方便 一擺兩部機 你就會發現 Combo Touch 的基本鍵盤佈局 其實跟Magic Keyboard 非常相似 不過在最上面就比Magic Keyboard 多了一行快捷功能鍵 包括有Home 鍵盤光暗 聲音 播放操控 開關 搜尋 等等的常用功能 使用起來就更加方便了 還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 其實兩部機一拼起來 你就會發現 Combo Touch 的觸控板 其實比Magic Keyboard 的觸控板 面積更加大 無論是一般的操作 或是一些手勢操作 都會更加順暢 Combo Touch 和Magic Keyboard 的按鍵大小 其實相約 至於打字的實際手感 我就找了小天來做一個猛測 按鍵的大小也一樣 按下去的觸感也一樣 按下去的感覺 會彈和口度 哪一部會好一點呢 其實兩個都真的好似 差不多 你是不是找兩個同樣的東西來給我試 我個人來說 其實都覺得兩部機的打字手感 非常之相似 雖然不可以說是很好打 但以他們都是這麼輕薄的設計來說 可以做到這樣的打字手感 其實已經相當不錯了 Magic Keyboard 用的是Apple常用的膠質物料 而 Combo Touch 主要用料就是布質物料 說真的 我覺得Apple的設計其實是比較漂亮的 不過Combo Touch 比較有實務的感覺 而說到保護性 Combo Touch 更勝一籌 除了物料感覺更厚 更加有緩衝性之外 機套四邊也有膠邊保護 唯一一個問題就是安裝和拆除 會沒有Magic Keyboard 這麼方便 Magic Keyboard 上面有一個USB Type-C 插口 可以用來充電又或者傳送資料 這方面當然會比沒有另外插口的Combo Touch 優勝 不過Combo Touch 也有一個不會輸的優點 就是價錢 Magic Keyboard 售價是2299元 而Combo Touch 只是賣1548元 相差是751元 以這個功能來說真是相當值得玩 而除了Combo Touch 之外 品牌其實還有另一款 設計相約 但價錢更加便宜的機套 連 Keyboard 可以讓你選擇 Folio Touch 的鍵盤基本上跟Combo Touch 非常相似 不過觸控板就比較小 另外亦都將可分拆的設計改成一體化設計 好處就是減少遺失和損壞的風險 但壞處當然就是重量會比較重 亦都少了可以隨時變換的使用彈性 另外Folio Touch 也有一個很喜歡的優點 就是機套除了好像Combo Touch 預留了Apple Pencil的充電位之外 更加在旁邊設有機套貼 可以確保機套貼合之餘 亦都可以避免Apple Pencil遺失 而同時亦都有位置可以擺放以下將會介紹的Crayon觸控筆 如果你問我我一定會說Apple Pencil是iPad的最佳配件 不過價錢都是你要考慮的因素之一 iPad Air第五代用的是第二代Apple Pencil 它的售價要$999 而我手上的Crayon只賣$548 差不多等於一半的價錢 先說一下值得一讚的地方 Crayon雖然不可以像Apple Pencil一樣 只要貼上iPad Air的旁邊就可以即時連接 但其實Crayon的連接都非常之簡單 只需要按不頂的開關鍵 就會自動和iPad Air即時連接 完全不需要額外的設定和連線 又或者另外安裝應用程式 非常之簡單直觀 第二點要讚的就是書寫感覺 我就不是專業級的用家 但以一般用家的角度試用 Crayon的書寫感其實已經與Apple Pencil非常之相近 反應相當快 筆尖和畫面的筆觸亦非常之相近 而Crayon亦同樣有防手掌誤足的技術 以及筆尖傾斜感應 而筆尖的摩擦感亦做到與Apple Pencil非常之相似 所以整體的書寫感覺非常之好 與Apple Pencil非常之接近 不過當然說到外形設計 Apple Pencil就一定不會輸 相對來說Crayon比較玩具感重了一些 不過驚喜的就是 不要看Crayon扁踢踢好像握得不太舒服 實際握上手比想像中舒適得多 非常之適合握筆的手型 雖然不及Apple Pencil接近圓筆的手感 但也算相當不錯 另外還有一點都頗重要 就是因為扁平設計 放在桌面上都不會滾來滾去 這麼容易跌落地 電力方面 Crayon有7.5 鐘續航能力 快充2分鐘電就已經可以用到30分鐘 雖然沒有Apple Pencil的10小時續航 以及充15秒就可以用到30分鐘這麼厲害 但正常來說其實都相當夠用 而更加重要的是 Crayon以近一半的價錢 就可以做到Apple Pencil八成功能 性價比都算很高 我覺得今天我實試的幾款產品 性價比都算相當高 如果你覺得已經花費太多錢 買這部新的iPad Air第五代 想在配件上省錢的話 今天介紹的幾款產品 都是相當好的高性價比選擇